五十一页 第十九行 今天是讲经的第二天 我也准备了很多内容 请你专心听 我今天我也会讲很多的圣地的典故跟很多故事 好 请看昨天讲物一般若波罗蜜的内涵 所以在这次讲座里面 我会特别介绍文书施利菩萨 文书菩萨代表十方诸佛的般若波罗蜜的老师 在文书《差土功德庄严经》里面说 过去的释迦牟尼佛在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 他曾经也拜过文书施利菩萨做老师 文书施利菩萨过去在八十八佛忏悔文里面 叫做龙肿上尊王佛 过去他已经成佛了 龙 梵文叫narga 蛇是龙的一种 所以龙殊菩萨也是龙族 那文书施利菩萨在过去成佛叫做龙肿上尊王佛 那现在他视线 他跟观世音菩萨一样道价此行 利益无量的众生 所以在东西南北 以众生的方位说 在北方叫南摩欢喜藏摩尼宝基佛 所以他也视线成佛 所以在释迦莫尼佛来人间的时候 文书施利菩萨投胎为印度婆罗门标的一个婆罗门 然后随着佛出家 而成为一个大的圣地子 他是菩萨摩赫萨 那未来将来他也会成佛 所以他分为三世诸佛的老师 他专教的就是般若波罗蜜 那波尔波罗蜜是非常非常深的 我想你要了解的话 从很多地方可以了解 第一 心经 很多北传的法师都讲过心经 心经是六百卷大波尔经的精华 第二个可以建议你听金刚经 金刚经也有很多法师 历代祖师也有注解 多年前我在新加坡 跟会场结缘两千套 是偶艺大师的金刚经破空论 我在台湾佛罗教育基金会 足足讲了一年 一个礼拜讲一次 要讲一年才全部把它讲完 现在欢迎你上网 商业经社的网站也可以download 那将来有机会的话 我除了在这里讲菩提之良论 谢谢海英古师的助持 跟全部护法会提请 我发愿一定会把它全部讲完 那另外的其他道场 有请法华经 今年讲第二品方便品 在法华经讲一个段落以后 下一部经我希望能够贡献 新加坡佛教的是 唯摩截经 唯摩截经讲静佛国土 也讲唯摩截居士 跟文殊菩萨辩论 非常非常的精彩 他讲不二法门 不二法门就是讲新地法门 那所有无量红边的新地法门 有很多很多的经论 那最好的读般若经 或是玄庄大师的六百卷大般若经 今天待会我会讲玄庄大师的故事 那所有般若波罗蜜浓缩的呢 就是讲你的心 心是怎么样 就看这一段经文 请看 物一般若波罗蜜 尊贵的释迦摩尼佛 在菩提树像 以一念清净相应的一切种智 他觉悟了解了一切 过去现在未来 世出世间的佛法 这就是般若波罗蜜 波尔波罗蜜有无量的功德 是永远讲不完的 在波尔经里面说 佛说 波尔圣圣圣圣圣圣圣 三世一切诸佛共同转法轮 讲二十四小时 经过无量无边阿僧奇节 还讲不完波尔波罗蜜 所以答案这是很深很深的 所以听不懂不要气馁 有些人听波尔经很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过去 释迦摩尼佛在世的时候 他就学过波尔波罗蜜 有些在前一尊佛 加射佛的时候 他就学过波尔波罗蜜 甚至有些人呢 在无量节前 燃灯佛坐下 他就听过波尔波罗蜜 所以听不懂没有关系 慢慢熏悉 那各位会听得懂 龙树菩萨的菩提之良论 也是文树菩萨的加持 那就像学禅观一样 有些人一打坐 他就做得非常好 有些人一打坐呢 就是腰酸背痛东倒西歪 他总觉得很奇怪 那没关系慢慢来 就好像煮菜一样 对不对 不是每个呢 一下厨呢都会做呢 这个树的水饺 我树的包子 你要慢慢的学习 所以波尔波罗蜜呢 是成佛的法门 三世一切诸佛 乃至于可以告诉你 金刚称 大圆满跟大手印 最深最深讲的 就是波尔波罗蜜 所以听不懂没有关系 慢慢学 不要觉得说我听不懂 哎呀我可能没有善根 错你有佛性 但是波尔波罗蜜呢 那是要破除你很多的执着 比如说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增不减 那因为我们凡夫的想法 都有生有灭 有长有短 有男有女 有去有来 所以我们所有的概念 都是做在相对里面 我现在不知道小朋友 新加坡小朋友上什么 我记得呢 我三十年前小时候 三十五年前的时候 我小时候 我第一个上的课叫什么 小狗叫小猫 这个肥那个瘦 这个大那个小 为什么 他必须教你世俗地 这个是男生 这个是女生 这个是爸爸 这是妈妈 因为他生活在这个世界 他必须要先教世俗地 世俗地 你才能够懂生活 不会一加一等于二 你就一加一等于五 那糟糕了 你去那supermarket 买东西的时候 钱一定算错的 可是注意听 讲一加一等于二呢 这是世俗地 这是让你生活在人间 你必须累积的知识 经验跟技能 但是 假如你执着很深的话 那一加一等于二的话呢 就会变成你开悟的障碍 所以为了破除你这个开悟的障碍 所以叫你不要执着 举个例子 这个是玻璃杯 没关系 假如你是一个淘气的杯子 看这里 我说抓得很紧的话 它会裂掉了 我的手会流血的 但是我若抓 人家给我一个茶杯 我若没有抓得很紧 啪啪掉在地上 它也会打破的 打破也会伤到你的脚 那我又怎么办 你要拿得刚刚好 不能抓太紧 也不能抓太松 抓太松的话 啪啪 它就会掉下来的 所以 讲波耳波罗蜜 听好 不是否定一切的万法 波耳波罗蜜是告诉你 不要太执着 不要太计较 不要太固执 但是 很多人听了波耳波罗蜜 就什么 什么都是空 山也空 地也空 水也空 四大都皆空 肚子也空空 对不对 你空 我不空啊 其实这样的空理解是不太正确的 真正讲空性的叫法是告诉你 破除执着 就像我刚才用杯子举例 你抓太紧的话 你是会破掉 手会割到的 你假如对你的家人 工作 婚姻 世界 对一切的东西你都很执着的话 那你会很痛苦 痛苦从哪里来 因为你太执着了 明明是过去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事情 你还放在心里 过了就过了嘛 所以禅宗讲水过了无恒 拿一个水盆 上面用手画一朵花 画完以后手指拿上来 花在哪里 没有啦 不过听好 也不能呢 学了空性呢 就会变成呢 一匹天下无难事的借口 这样也不对 所以文殊势力菩萨教的般若波罗蜜 是不可以有两端的 不可以执着有 也不可以执着无 应该是叫做中道第一意 英文讲middle way 这个后面我会慢慢讲 很多东西要找到平衡点 balance point 很多东西有些脸有 他问他说 你要不要做呀 随缘啦 其实心里讲 我就是不要做 你这个随缘不是菠萨菠萨蜜 是不要做的借口 可是呢 真正学菠萨菠萨蜜的人呢 在答应别人之前 要先想一想 我能做得到吗 我愿意做吗 我答应了 我就要欢喜去做 这样的话 你心中才不会执着 事情来了 你就尽心尽力做 做完了就放下 请看下面的经文 又无障碍像 你的心才没有障碍 在佛经里面 常常避喻的是什么 虚空 以身 无身故 你的身体 你今天的身在这里 比如说像 昨天的星红尸 跟今天的星红尸 请问各位 是同一个星红尸 还是不同一个星红尸 考考你们 你觉得昨天的星红尸 跟今天的星红尸 是同一个请举手 举啊 没有举的不能回家 昨天的星红尸 跟今天的星红尸 是同一个的请举手 举没关系 说错没关系 学习佛法错 没关系 好手放下 你觉得昨天的星红尸 跟今天的星红尸 不是个同一个星红尸的 请举手 好 举的这很有智慧 那我要烦你 那我是谁 你说了吧 那你说 奇怪 昨天的星红尸 跟今天的星红尸 请问是同一个 或是不同一个呢 答案是 两个都不是 那你说 师傅那你是谁 鬼吗 好 注意听 给我一盏灯 好不好 来 拿个油灯给我 注意听 我今天要教 不耳波罗蜜很深 随便拿个油灯来 来 快点 动作 那个板子不要 好 没关系 好 来 再把另外一个灯拿来 发湿 我先吹掉 来 我们表演一下 注意看 需要帮忙 再过来 因为它太庄严了 好 现在看 我有两个灯 对不对 我右手边的是A的灯 左边是B的灯 灯的我先把它吹掉 对不对 好 那我需要帮忙 我把这个右边的灯 火点到左边来 来帮我玩 对不起 油灯 小心哦 它有油 油油油 小心小心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我就是要用这个灯 你见那边的火的话 是另外一个比喻 那你讲金好了 对不起 来 没关系 很难 好 没关系 我告诉你 我来做 注意看 好 注意看 没关系 没关系 慢慢来 注意看 注意看 因为这是波尔波罗蜜经 文殊菩萨举的比率 好了 它点了灯了 好 看一下 没关系 这边是A的灯 我现在点了B的灯 请问 B的灯跟A的灯 同一个吗 哎呦 你们都不敢答了 糟糕了 遇到一个厉害的法师来考我们 请问 这边 这边是A 你们的左手边是A 这个有盘子的 我手上拿的是B 我现在B本来没有灯 我把它吹掉 从这边A点过来 请问 B的灯 是从A的过来的 对不对 请问B的灯跟A的灯 是同一个灯 还是不同个灯 同一个的请举手 好 手放下 不同一个的请举手 好 手放下 答案你们都 都答对了 听好 看这里 A的灯 它要给它能量 点过来 B本来没有点 对不对 它一定要借过它 点过来 所以它才会引游热度 所以B的灯才点亮 那你说 B的灯跟A的灯 是同一个吗 答案是 不一 也不一 不是同一个 也不是不同一个 这个才标准答案 因为你说同一个灯 那我会有两个灯 那你说不同个 可是问题是 B的灯 是从A的灯 点过来的 这样听懂了吗 好 两个灯都拿回去 谢谢 谢谢两位法师 所以答案是什么 真正我们看一桩事情 那回答你 那你说 昨天的新红师 跟今天的新红师 是不是同一个呢 答案是 不是同一个 也不是不同一个 这个比较深 你说 假如昨天的新红师 跟我现在的新红师 是不一样 那糟糕了 有两个新红师 那请问 哪一个新红师 为你奖金 你说 昨天是本尊 今天是分身 那明天呢 是化身 哎呀 那这个就梦叉叉了 那你说 昨天的新红师 跟现在的新红师 是不是同一个呢 答案是同一个 我穿同样袈裟 同样的念珠啊 但是今天头发 长长了一点点 你没注意看 胡子呢 多了一点点 那你怎么做呢 昨天的人 假如拍照的人 拍一张 今天拍一张 两个对比 对不对 你会发现 今天的新红师 多了一个青春痘 因为我昨天做 幻灯片 做到十二点 所以你可以说 这两个可以是相同 也不相同 两个都存在 好 注意听 灯 假如分三段 灯点的时候 它一直点上面 然后慢慢传到中间 再点到下面 再点到油 代表过去 现在跟未来 这在波日波罗咪金讲 你说昨天 昨天几号 请问告诉我 十五 今天呢 十六 明天呢 好 那我问你 昨天 现在跟未来 有没有连在一起 糟糕 你们都不敢答案了 答案没有关系 说错没有关系 错了才会进步嘛 昨天跟今天 有没有连在一起 哪时候连在一起 晚上你睡觉的时候 十二点 叮咚叮咚 第十二点 零一分的时候 就变成今天了 可是那时候你已经做猪了 忘记了 睡了很饱 那今天这样过过过过 现在讲经 好 到快要八点 那晚上讲完经 回到家里 十二点又睡觉的时候 十二点零一分的时候呢 就是呢 十七号了 对不对 所以时间是连续的 听好 波尔波罗蜜金讲 过去跟现在未来 就像什么 河流从上游 流到中游 流到下游 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 所以叫做空性 你说星空是空不空呢 对 因为我身上的细胞 天天都在变 我老了 我四十二岁了 真的啊 你知道吗 每天我们都在老 可是我们天天都不服老 都以为自己十八岁 对 impossible 不可能的 所以换句话说 昨天的我跟现在的我 是不同个的 但是你也可以说同一个 同一个为什么 就像灯一样 上面的灯 从A点到B 我若没有昨天的星红湿 然后好好的休息 早上吃饭 中午吃饭 那我现在饿死了 就没有力气坐在这里讲 所以他的心是连续的 我的身也是我的夜 所显现的 所以这个叫很多很多的 圆聚足的 这叫缘起 而没有一个真正永恒不变的 星红湿坐在这里 假如有一个永恒不变的 星红湿坐在这里 听好会变这样 讲完间以后我就像了 蜡人一样就在这里不动了 一直做到明天 我不能动 这样才叫永恒不变 听懂吗 可是问题是 我们若没有听到 释迦摩尼佛跟文殊菩萨讲 这样的道理给我们听的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 很多东西是真实的 我早上一起来 就有个动念头 哎呀 我今天礼拜一了 又要上班了 现在赶快赶到公司去 中午呢 要送小朋友 便当 下午呢 孩子要去补习 晚上呢 又要去送他去补习 然后匆匆忙忙吃完饭呢 你要赶来海英古寺听经 待会呢 回向的时候 快点快点 我要回家睡觉了 所以我们的念头 每一天都连续的非常非常快 就像瀑布一样 所以你就觉得有一个 我在思考 事实上没有你 那你会说 师父假如没有我 那谁坐在这边听经呢 很好的问题 这后面会有慢慢讲 所以你要先知道 佛讲所有东西就像河流一样 上游流到中游流到下游 刹那刹那刹那都在变的 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 从这个角度叫做空性 梵文叫孙亚达 英文叫Ampitoness 但注意听 在英文Ampitoness里 It doesn't mean nothing 很多人在看西方的书说 Ampitoness is nothing 错 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各位请问 你看一下钟 昨天有敲钟 对不对 各位看寺庙有鼓 假如现在鼓 里面塞满了棉花 你敲 咚 一定就没有声音 因为呢 鼓里面是空的 所以你才能够打鼓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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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种可能性 了解吗 假如不是空性的话 那很可惜了 新加坡永远没办法有其他人出来 这个虚空里面 应该是不动的 太阳跟月亮在转的时候应该这样 就停了 因为是永恒不变的 但是答案是一直它会转的 这是无常的 所以在虚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鸟 可以飞 所以在佛经里面看下面经文 无障碍所以因为你 身是暂时的 禅宗讲借甲修真 这个身体是你过去的业力 附金母血跟你的神世来投胎的 可是假如这个身是真的话 我告诉你那每一个人都变成什么 老儿不死 为之贼都不会死了 我们都变成了几千万年的动物了 但答案是呢 因为身是暂时的 借你用的 所以这里讲无身 第二你的心是没有边际像虚空 等虚空一样 无等等像是是没有等等是完全究竟没有边际 好那请问各位你的心在哪里 各位你现在心在哪里 来有没有人谁要说说看 你的心现在在哪里 在这边吗 这里哦 那假如在心脏这边 请问脚是不是你的心呢 哈 没关系想一想你的心在哪里 啊 举个例子 我昨天放轮斌尼的片 对不对 这时候大家看电幕的时候 请问你的心跑到哪里 你跑到哪里 隆斌尼 对 那 好 我现在再给你看 昨天 昨天有很多照片哈 好 各位 这是哪里 台北101 请问你的心跑到哪里去 台北101 你有没有搭飞机 没有 要不要买票 没有 可是你的心真的飞到台北101了 可是我如果切换换灯片的呢 你的心又回来了 哇你的心真的跑很快 请问你的心在哪里 好今天的功课回去想一想 你的心在哪里 Where is my mind 请写下来 想一想 这会增长智慧 找不到答案没有关系 他没有标准答案 你的心在哪里 想一想 你的心在哪里 不一定要很漂亮的语言 不一定要有漂亮的文字 而要你真正的去体会 佛当然在华言经 法华经 波尔波罗蜜经 乃至于维摩结经 都讲了很多心 但是不要用那些 用你自己体会的 你可能会想说 诶 有时候我的心 我觉得 我的心在头顶上 好痒 有时候我觉得心 在屁股上 因为屁股被蚊子咬了一个洞 很痒 有时候呢 我看到别人的巧克力 我心流口水 我的心在别人的巧克力上 有时候呢 年底付房租的时候想一想 哎呀假如我能够中乐透奖 对不对 一百万的心币的话 那多好呢 你的心在什么 Lottery上 所以事实上 我们的心 是一直在跑的 广大无边的 是没有边际的 接下来再讲 诸法无所有得 请问你这辈子得到了什么 什么都得不到 那你会说 为什么佛要讲这些呢 是因为他怕你执着 我们来人间 这个身体 就像呢 借你用的一艘船 你用个七十年八十年 最后有一天呢 你是要离开这个人间的 你离开这个人间 假如你不了解空性的道理 到时候你会很痛苦 就像举个例子 你若是开车来的联友 或是搭捷运来的联友 或是搭公车的来的联友 你只要开了车 对不对 你到了海英古斯 parking area 停车的时候 你一定要打开车门 脚一定要伸出来 假如你不小心你的脚 是黏到了这个 chewing gum 就口香糖 你黏在那里的话 你脚就没有办法出来 那你的身体呢 也没办法进到佛堂 所以你一定要放下车子 离开车子 走出来 你才能进入佛堂 同样的 我们的这个身体也是这样 是这个轮回里面 让你修行的一个交通工具而已 我们的心是住在我们的身体里 你也可以想想 我们的心住在哪里 住在身体里面呢 还是身体的外面 回去想一想 那事实当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啊 我们的身心是分开的 所以我们讲 为什么净土中要住念 灵中要八个小时 乃至于现在人的执着很深 要住念十二个小时 因为你的身心会分离 那你说我怎么判断 我的身心会分离呢 因为你的体温会完全冷透 好 现在从你的右手摸摸你的左手 来跟我一起做 你摸摸你的手 有没有体温 有哈 好 你摸摸你的头 有没有温度 有 好 你告诉我放下来 你摸摸你身上哪一块地方 没有温度的 告诉我 没有的请举手 哪里 衣服 可是衣服很好的问题 衣服不属于你的身体 它属于你身体所拥有的 为什么呢 衣服没有神事 举一个例子 你拿一根针擦你的衣服 看这里 我衣服若是擦我的袈裟 我不会 哎呀 很痛 不会 可是你擦到我的肉 我会说很痛 为什么 因为肉 它有神事的感受 衣服是你所拥有的 这个问题很好 所以你告诉我 身上哪个地方没有体温的 其实都有体温 但是假如没有体温的话 那我要提醒你 那块地方的组织快要死掉了 那你要赶快去看Doctor 你可能要去紧急部门去看医生 所以当我们身心分离的时候 是神事跟身体分开的时候 是身体的体温完全冷透了 这个呢 你就代表你的神事 已经离开了身体 这是佛在大乘经论 以及中英生救度法教我们的 所以这里讲 诸法无所得 请问你在断气那一刹那之间 你得到了什么 什么都得不到的 这是事实的真相 但是我们一般人不太愿意去认清这个事实 你想想看 我们呢 对所有的人都其实不是很好 我们对自己最好 我用女众做的例子 各位不要生气 因为我们在轮回里面呢 每个人都当过帅哥美女 不要太在意 你看呢 漂亮的女众 第一个要做头发 对不对 还有耳环 对不对 还要买很多很多漂亮的化妆品 还要很酷的眼镜 对不对 现在年轻人呢 还要挂耳环 还要挂这里 对不对 Look like a cow 对不对 然后呢 还要擦口红 然后我们还要戴项链 对不对 那穿的衣服呢 从里面到外面都要很讲究很舒服 手上呢 还要戴戒指 对不对 还要戴名贵的手表 跟人家讲话的时候都要这样子呢 有看的吗 对不起我没有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很多装饰品 然后呢 身上要穿得很舒服 很漂亮 然后呢 还要穿丝袜 还要穿鞋子 还要涂指甲油 你看 我们对我们的身体多好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一直都把身体当真的 我们都心里要 一直期望身体是不要变的 我们都一直希望身体是最美的 答案事实告诉你 都是会变的 可是我们若没有听到佛法的佛弟子 不太相信这一段话 他说呸呸呸呸呸 不要讲这句 好难听哦 我现在还是美女一个 你现在跟我讲骷髅头 事实上 人死的都是骷髅头嘛 可是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当你早一点认清骷髅头的时候啊 你就会想 我这一生呢 我所有的精神体力啊 到底要用在哪里 这就是要学 般若波罗蜜智慧的地方 所以这里讲 诸法无所得 因为远离一切虚妄的相互 当它火化的时候 毕竟是空的 不可以降服的外相 有些相貌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爸爸妈妈生下来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的相貌长得怎么样 有两个原因 一 要感谢你的爸爸妈妈 一个要感谢你自己的业力 当然小时候的爸爸 小时候的小朋友 大部分跟 有些会跟妈妈很像 就女生来讲 会跟爸爸长得很像 异性相欺 小男生的话 大部分都像妈妈的多 可是慢慢长到青春以后呢 他有他自己的心念 他喜欢呢打扮 他慢慢就会长得跟别人不一样 再加上青春期的发育 所以如果你透过修行的话 你的相貌是真的不一样的 为什么 相是由你的心而变的 所以真正要修的修什么 是修心 而不是修相貌 好 我不是很炫耀我自己 但是我想跟你分享 我以前真的长得是不太好看的 对不起 我没有带我以前的照片来 我以前是很凶的 脾气不太好 没有学佛之前 我脾气很不好 我很聪明但是很酷 我瘦瘦的 可是学佛以后呢 我念五量寿星一天念七遍 念了三千遍以后 我的相貌更庄严了 现在呢 相貌也更庄严了 所以他相貌是会变 相从哪里变呢 从你的心变 从你修行的功德力来 当然你若是不精进的话 你的相貌也会退后的 那你想想看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清净庄严累劫修 你看文书跟普贤 地藏菩萨 为什么他们相貌那么庄严 释迦摩尼佛这么庄严 因为他的心庄严 所以不可降伏相是说 我们透过业跟烦恼的倾引 有很多相貌你是不能改的 但是若你真正的修行 你的心超越了业力的时候 你的相貌就会改 接下来 无可得顾 没有明具顾 无名字过身顾 你现在的名字叫做什么 我叫星红诗 星红诗也是一个假名 我可以告诉你 我的内号叫物诏诗 对不对 我的英文名字叫做Harrison Not Harrison Ford 最近Harrison Ford 因为我的这个英文名字是 我读国中的时候 我的外国英文老师给我的名字 Harrison 对不对 你看我一个人有三个名字 星红诗 物诏诗 还有Harrison 我还有藏文的名字叫 Lamma-jang-chu-mi-se-la 翻成叫菩提光明 好 我有四个名字 请问这四个名字 是同一个人 还是不同个人 来再考虑一次 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 这个时候不可以答 不一不一意 同一个人 对 那表示什么 出家的时候 外号跟内号 是我大乘师父给我的名字 悟 悟照 希望我大彻大悟 对不对 佛光普照全球 心红 心包太虚 亮周杀戒 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这是古来 善知识给你的名字 Harrison 该不会我的英文老师 希望我做Harrison Ford 我不知道 不过我就喜欢这个名字 所以我到现在 我的英文名字 也叫Harrison 我的外国朋友 都叫我Harrison 因为你用外国名字 他会觉得比较亲近 那藏文的名字 将去美色勒翻成叫做菩提光明 希望我有菩提心 像一个光明的灯塔 利益无量的众生 那这四个名字 无名身故 都是暂时安利的 不同的善知识 不同的长辈 对你的期许 所以其实这个名字 没有永恒不变的 了解吗 假如过一百年以后 或许也有叫红星师 或星红师的 对不对 像你们外国名字里面 常常问的一个Michael 对不对 Who is Michael 好多人举手 Michael Young Michael Lin Michael Forever 对不对 可见这个名字是暂时的 好 可是呢 我们凡夫若没有波罗蜜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呢 我们要取一个好的名字 我们就觉得很尊贵 就很骄傲 你看你烦恼就来了 取一个呢 叫做什么 狗的名字呢 你就会觉得呢 就自己好像被贬低的 其实名字都是空性的 都是会变的 名字只是暂时你来这人间的一个代号而已的 了解吗 所以下面看 无惧何故 离来去故 事实上 我们的身体是很多的地水火风 而去组合而成的 可是当你人死亡的时候啊 你把他锁 骨灰 把他火化完以后 好 我们中国人都有一个儒家的道理 要叫剪骨或犯骨灰塔 那是中国人对一个儒家的伦理 对祖先的恭敬 这是很好的美德 但是从佛法的角度来 各位你知道佛教是主张火葬 对不对 中国人是土葬 你们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最新的叫树葬 人死了以后火骨灰 然后这骨灰法在哪里呢 撒在公园的树里面 现在台湾这样子了 很好啊 你不用呢 花很多钱啊 那你又说可不可以呢 从佛教无常的眼光 跟空性的眼光里是可以的 可是这个观念呢 中国人现在还不太能接受 不过台湾呢 现在也在推展 为什么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每一个人都要买一块地 每一个人都要找一个棺材 那全世界 可能棺材都不够放的 所以人类的观念 它会一直求进步 可是佛法讲的原则是说 当你身体结束的时候 是没有来也没有去 是地水火风四种元素结合而成的 所以最后一个无音像离作者故 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作者 所以我做一个结论 有两个角度 一个是缘起 一个是性空 你说心红湿也是空性的 没错 但是你现在看到的我 是今天晚上16号晚上8点16分的心红湿 过了以后呢 明天的心红湿是会变的 你自己也会变 可是我们不察觉 什么人会察觉呢 常常禅修的人 心很细的时候 他知道他的身体 刹那刹那都在变化的 所以指观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知道 刹那刹那都在变化 所以你对很多东西 就比较不会计较 不会执着 但并不代表你不负责任 因为我现在在这里 我就应该做我应该做的事 可是做完了以后呢 你就不要放在心里 放在夜酒你就很痛苦的 好 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或许你听过 听过也再复习一遍 没关系 从前呢 有一个师傅 教一个徒弟 然后呢 这个徒弟呢 在山上 那师傅也教徒弟呢 就是要这个 持戒律 男女受受不清 因为出了家呢 要严守戒律 结果有一天呢 师傅呢 对徒弟说 徒弟啊 我今天带你出门去办事 结果在过了河流以后呢 突然下大雨 有一个妇人呢 就站在那边 哎呀 她很着急 因为呢 她有急事情要办 那这位师傅就问 你师傅啊 你需要帮忙吗 她说师傅 是啊 我真的需要你帮忙啊 对不对 因为我家里发生事情了 我要赶快赶回家去 可是突然下大雨 水流呢 流得很急很急呀很急呀 结果这个时候师傅呢 就把他一抱起来 哎呀 就把他跨过河 因为那师傅很高大 他就经过河里面就走过去 就把他放下去 放下去以后呢 那个师傅很谢谢他说 谢谢师傅的慈悲 他就赶快回去办事情了 因为他家里发生了意外 可是这个徒弟就在旁边看着 哎呀 这个师傅今天 这老头啊 破戒啦 他平常告诉我 不要亲近女人 今天去把那个 这么漂亮的女人 抱在怀里 还微笑的走过去 他心里呢 就低估了 我这个师傅啊 可能有问题 然后他就去办事情 办完回来以后呢 他也是咪哩咕嚕的 最后呢 回到家里的时候 回到寺庙的时候 那师傅呢 就问他说 徒弟啊 你今天去开心吗 一半一半 哎呦 一半一半 为什么 你从来没有出城过 我今天带你去 你应该很开心啊 他说师傅 我觉得我今天去了 我有一桩事情 很不高兴 他说什么事情不高兴 因为你破戒啦 他说为什么 我哪里破戒了 我今天没有做烧道银忘酒的事啊 哪里破戒 他说为什么 早上快要靠中午下大雨的时候 你不是告诉我 平常不可以碰女众吗 可是呢 你那时候却抱着女众啊 然后就把她抱过去了 他说哎呀 原来笨土地啊 我抱她呢 只有十五分钟 你抱她一整天啊 听懂吗 你看连小朋友都听懂了这个故事啊 表示说 那个时候 他的师傅事实上没有破戒 是饶意众生戒 他只有一个清净的心 想去帮助别人 听好 我讲这个不是 不是叫第二天 所有的法师都去抱女人 不是这个意思 不可以这样解释 而是说 在众生真正有苦难的时候 你以清净的心去救她 所以孔老夫子也说 男女受受不轻 但是你如果你的姑姑嫂嫂掉到井里 该不该救她 该救 你不救的话 你连畜生都不如 同样的佛讲戒律也是如此 可是他的徒弟呢 却不了解空性的道理 一切东西因缘合合的 可是呢他心中却觉得 他的师父是破解的 是犯戒的 所以他师父骂了他一句话 我抱那个女人只有十分钟 若让他过河了 你抱那个女人抱了一整天啊 这代表呢他执着有一个实在的实体 这个故事好好去想一想 好 请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觉得我们出生了 比如说我四十二岁 四十二年前我妈妈生了我 然后我在医院诞生了 然后呢从小她代大 然后最后去读书 当兵最后出家了 的确从世俗地的角度里面 我们是真的有生 我也慢慢会生老病死 最后会老 但是听好 讲无生是讲圣意地 举个例子给你听 你看电视 你今天很喜欢看瓜子 哎呀那个坏人要杀他了 我好紧张啊 明天呢看那个坏人呢 又做坏事了 可是当电视一按了以后 什么都没有了 可是问题是你在看电视的时候 你会不会很紧张啊 会 甚至看电影的时候也是这样 你会呢很执着很在乎 他情节会发展到哪里 因为呢那个只是电影嘛 那讲无生 听好 当我们在轮回的时候 我们的确从世俗地的角度 你会觉得 从某一年我投胎到新加坡 做公民 我来这边移民 我结了婚生了小孩 然后我老病死 可是当你成佛的时候 看你过去现在未来 就像看录影大一样 那时候呢你不会执着说 我有生也有死 为什么呢 他就像一场梦 所以在波尔波罗蜜里面 下面一段他常常用做梦比喻 好 这里的经文是很深 我尽量把它剪金要 好 请问各位都有做梦 请问常常做好梦的请举手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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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问 常常做噩梦的请举手 好 手放一下 常常不做梦的请举手 好 或是梦了呢 发生了车祸了 或发生了意外了 那这些是噩梦 那什么叫做好梦呢 梦到呢 我明年升官了 或我梦到呢 去一个很快乐的地方 或是梦到 我在梦中看到了师父 佛像 我看到了太阳 月亮 在禅经里面是有讲梦 梦的主题我在讲 这个禅观里面比较多 我这里没办法讲太多 好 现在呢我想 假如你梦中 你梦到你 你中了一百万的新加坡的lottery 那你高不高兴 那你非常非常高兴啊 赶快呢 赶快去在家里 快点快点开个卡车来 结果在开了卡车 你非常高兴 你就因为太高兴了 赶快开车 结果不小心呢 哎呀发生了车祸 蹦的一声 发生了车祸 结果呢 在梦中呢 发生了火灾 火灾以后呢 就把你那个一百万的新币 全部烧光了 那请问 你梦醒的时候 请问 这个梦是一百万的新币 请问是真的还假的 不是 在梦里 你觉得是真的还假的 真的还假的 哦答案不一样 要不要投票一下 在梦中 你感觉是真的 因为你真的感觉自己啊 我真的中了一百万的新币啊 所以我很高兴的 赶快呢回去开车 而且还叫太太 小孩家人来一起搬 不够呢小朋友一起搬 你真的通通搬上去了 结果你太得意忘情就开了 结果你就加速 结果在红绿灯的时候 你没看到 砰进来 你就发生了车祸 因为轮胎爆炸 气缸呢 也被点火 所以在梦中的时候呢 你的一百万的新币 纸钞啊 cash 全部烧光了 烧光了以后 你在梦中会不会很难过啊 会不会 会 在梦中你真的很难过 可是呢 突然呢 哦哦哦 对我新加坡比较少这个 公鸡 突然闹钟响了 或者你家人叫你起床起床了 结果你一醒 哎哟 请问你刚才做梦 梦到这个 动到一百万新币的这个梦 是真的还假的 醒了以后 你觉得是真的还假的 诶 各位很聪明哦 好 越来越有智慧 对 醒了以后 你觉得是 觉得是假的 好 好 答案注意听 差别在哪里 梦中你并不知道 所以你把它当真 可是梦醒了以后 真正醒的叫wake up 或英文讲recognize 你确认你的梦是假的 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执着 所以你也不会难过 因为你没有中一百万 事实上你也没有失去一百万 好 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一个是在梦中 他没有觉悟 一个是梦醒了以后 他有觉悟 听懂吗 好 注意听 以此类推 我们在轮回里也是这样 我们觉得我们今天投胎了 我们的结婚了 生了小孩了 也工作了 你都在梦中 你把它当真的 听好 叫你不要把它当真 结婚不是叫你不要做好老公 也不要做好太太 不要做你该尽的义务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你应该做 可是你不要执着 假如有一天 老公跟伴侣结婚 生子以后 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 叫堪手的 对不对 牵手的 对不对 结婚的人 堪手的 我们结婚了 可是堪手 不要牵手 牵手 不要牵太久 为什么呢 因为牵太久的时候 你会很难过 为什么 因为当夫妻呢 发生无常道 业力道道 随心走的时候 是不晓得的 比如说我的外公跟外婆 一辈子堪囚的 牵了五十年了 他们非常非常的恩爱 在乡下里面 我们在新竹 我们还种田 然后呢 他们呢 就到田里面 很冰冷的天气 他还要呢 穿那个雨鞋 到田里种到 结果有一天呢 我的外婆 癌症了 就过世了 过世以后 我的外公就每天坐在门口说 嘿 阿婆怎么回来呢 我讲客家话 意思是说 外婆为什么没有回来呢 她去哪里啊 我怎么每一天等她 都等不到啊 听得来是很悲伤的 为什么 她已经走了 可是她内心里呢 希望那个牵手的 永远的再回来 这个就是什么 你不了解空性 你不了解佛法 你把那个执着的东西 希望它永远不要变 后来我的外婆 往生以后 我的外公啊 因为过度悲伤 什么都不做 有点像痴呆 就坐在门口 这样老了就十年 很不幸的 过两三年前 我去印度的时候 我的外公断气了 我却不在他旁边 可是我的外婆走的时候 我在他旁边 所以 我们在梦中里面 我们都会认为是真的 可是佛 不是要叫你不要做好爸爸 不要做好妈妈 不要做小孩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佛要叫你说 你来人间 你家人在一起 你要好好珍惜 但是不要执着 不要太牵挂 否则 当你的家人先走的时候 你会很痛苦 所以 各位想一想 要不要出家呢 考虑考虑 出家的功德就是这样 其中一个 斩断亲人的留恋 我可以真跟你说 我出家已经二十一年了 我会关心我的母亲 但是我不会留恋我的母亲 为什么 有一天她也会走啊 我每天早上起来 修无常观的时候 我都要观想 可能一通电话来 我的妈妈就走了 一通电话来 我的师父就走了 那走了怎么办 我只能诵经祝福她 所以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送各位一句话 要想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请写下来 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人与人珍惜 你要想第一次 因为第一次你很欢喜 因为是最后一次 所以你会很感恩 这个就是无常观 这就是大乘修空观的方法之一 所以你的家人在一起 你要很高兴 就像在Cirt演戏一样 我演你的爸爸 你演我的妈妈 演完戏以后 戏落寞的时候 就各走各的啦 对不对 你今天来听信红法师 你还很高兴啊 因为很欢喜 明天你来不来 不知道啊 明天信红是在不在 也不知道 当然我会奖金把它讲完啦 可是我这边讲完 你不一定会来 明天可能呢 一个朋友跟你讲 哎呀糟糕 我有个朋友 突然发生车祸 你赶快来医院看得到他吗 很好 去看他就是你的菩提心 也是你的菩萨心 DVD没有听到